像我们家呢 就是我爸爸挺爱喝酒的 然后我妈妈呢就总说 这个喝酒啊对蛋不好 但我爸爸吧 他就总说 哎呀我喝的不多 我就喝一点 就像这个开场小王说的那样 小酌一点啊 我不多喝 我就对自己的量控制的很好啊 喝差不多了 肯定就不再继续了 肯定没事 小酌以前大酒才上身 我每天就只喝一瓶啤酒 当水喝了 小酌啊 重点是小 也不多喝 没有啥大问题啊 我本人其实是 这酒接了八年了 低酒不沾啊 大酒小酒的这种喝法 对身体真的是有 这种明显的分割吗 我们实际上酒精性肝病呢 确实有这么一个明显的界限 那么它规定呢 它是和饮酒的年限 和饮酒的量呢 是有密切相关的 一般饮酒超过五年 那么针对男性呢 酒精的量每天超过四十克 女性呢每天超过二十克 那么就可以得酒精性肝病 那么我们这个乙醇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酒精的含量怎么算 是有具体的计算公式的 酒精的量呢 它等于你喝酒的量 你比如说喝了多少毫升 那么乘以呢 酒精的含量 你比如说这个酒的度数 然后呢再乘以0.8 它呢是酒精的密度 那么你得到的这个数值 就是你饮酒的量 重量 对 重量 对 是多少客 那我们就 咱们算人呗 咱们给公式都是虚的 咱们来说一说 这个实打实的 开场这个小王 他说自己平时就喜欢喝点皮的 那咱们算一算 他一天喝两三瓶 觉得不多 小酌一下 那到底算不算超标呢 那我们来算一下 那拿小王举下例子 按我们上面的公式来算一下 那小王大约是一天喝两到三瓶的酒 那我们大约打啤酒 一瓶是五百毫升左右 少打啤酒 然后呢 一瓶是五百毫升左右 他每天喝 比如说每天喝两瓶半 那就是大约一千二百五十毫升 啤酒的酒精度数呢 大约是百分之四左右 那就是一千两百五乘以百分之四 再乘以酒精的这个密度零点八 那最后呢 得出来是四十克 小王呢 确实也是喝了好多年了 那按照我们上面的诊断标准 男性大于等于四十克 超过五年 那它确实是符合了这个能够引起酒精性肝病的这个酒精的量 那对于白酒来说 这个计算公式同样的也是适用的吗 那必须是适用的 那白酒呢 比如说哈 这个度数是一般人愿意喝高度数的 比如说五十度 每天喝二瓶 那二瓶就相当于是一百毫升 那我们按上面的公式来计算呢 就是一百毫升乘以百分之五十 再乘以零点八 那同样是四十克 那如果你持续喝五年 那也是达到了引起酒精性肝病的这样的一个酒精量的 是不是也能反对 如果每天啤酒 我不超过两瓶半 那白酒呢 我就二两以内 这种是不是就不伤感了 这个呢 确实是哈 没有达到我们这个酒精肝病的这个诊断标准 但是呢 我们知道有一些不适宜饮酒的人群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 即使是小量的饮酒 长期饮酒仍然会造成肝脏的损伤 实际上我们现在认为哈 甚至我们有一些权威的 非常权威的杂志呢 也指出就是说 什么样的饮酒量是最安全的 那么零是最安全的 也就是说滴酒不沾 那肯定是最安全的 就有一些人啊 他真是平时没有什么酒饮 但是呢 关键硬紧的时候 他能冲得上去的 但是他一冲上去就震亡 就那种断片式的合法 那个会对肝有损害吗 对 我也听说过一种说法 就是说 只要是每喝醉一次酒 他就相当于得了一次肝炎 那这种说法是靠谱的吗 那么实际上这个呢 也可以造成肝细胞的一个损伤 甚至严重了 可以达到这种重症的酒精感染 是很危险的 那我假如说 昨天我喝多了 喝大了 然后今天我上医院去查 我肯定转胞高 是不是 对 如果前一天 如果量比较大 那么第二天可能患烟 转胞就升高了 那我过一个星期 我再去查呢 然后我就转胞 能不能恢复到正常值呢 是这样 如果是比较轻的 这种一个急性的一个损伤 那么很快呢 你把酒戒了 规律饮食 调解一下生活习惯 那么慢慢的这个转胞就降下来了 长期的受物酒精 对肝脏是有一定的负担 这是肯定的 对吧 我们也查了一下 一些例子 那美国举例 在美国乙肝发病率并不高 但是每年却有成千上万人 死于酒精性肝病 这么一看 这个毛病也不能小觑啊 酒精性肝病呢 它是有三部曲的 它首先呢 是酒精性指缝肝 然后呢 进展为酒精性肝炎 最后呢 进展为酒精性肝炎化 甚至呢 可能会出现肝癌 那么这个呢 对人体是损伤 是非常严重的 酒精好 三部曲子